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实例 看一下如何在程序中使用多线程 我们这个例子是TCP并发服务器 关于TCP大家应该并陌生 它是一个双向列阶 比较可靠的数据传说 和UDP是相对的 UDP是不可靠的数据传说 创建TCP服务器 我们需要给大家补一些网络的理论知识 首先是创造一个Socket Socket的淘阶字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 有的人可能搞过Java 安卓等等这些 应该知道套杰字 它是一个进程通信的端点 进程在通信之前 双方必须建立一个各自的端点 否则没有办法进行通信 关于进程通信 大家应该知道 它有好几种方式 就像一个管道 还有共享内存等等这些 Socket是其中一种 是基于网络的一种通信方式 通过Socket我们叫IP地址 还有端口绑定 然后就有客户端和服务器 可以进行通信 当然在网络上通信的IP地址 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还有端口 那我们一个服务器 可能有多个服务 HTTP Telnet等等这些服务 所以你不光应该有IP地址 还应该有端口 每个服务对应各自的端口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服务 在我们访问套杰字的时候 就像访问一个文件描述服务一样 我们知道在Linux系统中 一切都是文件 所以这个套杰字 要访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件描述服务 我们使用Socket的函数 来创建一个套杰字 这个函数它有三个参数 如果创造成功了 当然会返回对应的桃杰字描述服务 是一个整数 失败这个服务 我们来研究一下它的三个参数 因为我们要创造Socket 第一个参数 这个单身是域的意思 通信域 这里边列出了有四种通信域 这也是我从手册上查到的 第一种是IFINet IPv4的 第二种IPv6的 第三种是Unix域的 第四种是未指定的 我们采用的是IPv4 通信 所以我们当时创这个Socket的时候 就选第一种 IFINet 用IPv4的 第二个type是套杰字的类型 套杰字它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DRAM 这是报文传输 是长度固定的 无列阶的不可靠报文 我们知道TCP是可靠的 所以肯定不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IP协议数据端口 这个也不是 第三个是Sycle Pocket 这个是长度固定的 有序的可靠的 面向列接的报文传递 这也不是TCP 它是一个其实是流式的传说 是第四个Socket Stream 有序可靠 双向列接的字节流 我们TCP正是Socket Stream 所以创建Socket的时候 我们第二个参数 应该使用这个Socket Stream 最后一个参数是协议 前两个参数 只见到通信域 还有套杰字的类型 接下来就会匹配一个协议 如果用0 它会默认给你匹配一个协议 针对IPv4 还有这个字节流 它默认匹配的是一个TCP 所以我们第三个参数 设置成0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创造出一个 基于TCP的套杰字 接下来我创造好套杰字以后 你就可以绑定IP地址 还有端口 使用这个byte函数去绑定 首先我们需要对IP地址 做一下详细的分析 因为IP地址这块非常麻烦 我们只要把IP地址搞对了 才能进行接下来通信 我们来看一下IP地址 我把要用到的知识 给大家罗列了一下 学过的同学 可能不需要看 就当简单的复习一下吧 在socket的创建程序中 我们使用stock的socketadress 来表示一个IP地址 或者也可以用stock的socketadress 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 一般前面这种比较好用 这是一个结构体 我们看一下它的成员别量 第一个是协议组family 这个协议组 我们创建socket的时候 它有一个通信域 IPV4IPV6的 所以这个协议组我们应该和通信域相匹配了 所以待会创建的时候 这个family应该是IPV4的 IFINET 第二个是端口号 是pot 我们保定IP地址 还有端口号 所以要设置一个端口号 接下来是一个协议的地址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IP 它也是个结构体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体 然后它里边还有是个供用体 总之乱七八的弄一堆 其实我们需要用到的是这个 sadress 用它来表示一个IP地址就行了 它是一个32位的无负号等数 我们知道IPV4正好是32位 所以我们采用这种类型 就可以表示它的IP地址 所以待会假如我定义一个75IP 那么这个指定IP地址的时候 就是说我IP.sadress 然后.sadress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32位的整数 这样就表示出了你的IP地址 第四个Torrent贴零 你从这个名字就看到 它是zero 你需要贴零的 贴零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可以用memset 叫它置零就可以了 所以对IP地址设置的时候 我们要指定协议组 指定端口 然后确定增长的IP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绑定了 但是IP地址的设置还没有完 我们知道IP地址普通的时候 我们是用一个点点的表示 192.168.0.1 它是一个字符串 那么实际中这个IP地址 它是一个32位的无负号等数 所以有时候我们使用需要转换 在程序中我们用整数来表示它 但是如果你需要打印出的IP地址 你打个整数是读不懂的 只能打印一个一点类型的表示的 它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这有两个函数帮你转换 iNet A2N 将一个字符串转换成正乎的IP 然后iNet A2A是将IP转换成字符串 我们待会需要用到这个函数 只要我们获取掉的IP 它是个整数 打印成一个我们能认识的192.168.0 什么什么转换成这种IP 所以我们要用iNet A2A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接下来还有一个字符串的转换 对于不同类型的CPU 它对变量的从属方式有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是一个四个字符串的变量 我们是以一个字符串的 那么有一种小端的字符串 你看它小端字符串 这个整数的低位是放在低地址的 这个时候123.567低位放在低地址100 高位放在高地址 你看45稍微位高一点 然后放在101 23是更高位的 放102 然后01是最高位放到103 但是有一些处理器它恰好相反 它把67放到了103 而把45放到102 最后01放在了100 这是一种大端的字符串 所以针对不同的CPU 如果它放一个整数 那是不一样的 那有的高位在高地址 有的是高位在低地址 产生一种混乱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字符串的转换 在我们写程序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数据转换成一个网络序 在网络上所有的字符串 它都是大端的 而是我们下面这种 一个数据的高位是放在低地址的 而低位反而放在高地址的 所以待会我们保定IP地址的时候 需要叫IP地址做一下转换 转换成网络序 然后端孔号 你也需要转换 也转换成一个网络序 我们看一下是如何转换的 H2NS 把一个UnsightSort类型的数据 从主机去转成网络序 我不管你的主机是什么样 我要转换成网络序 网络是一个大端之节的 然后H2NL 把UnsightLol类型从主机转成网络 还有N2HS 把UnsightLol类型的 从网络转换成主机 N2HL 把UnsightLol类型从网络序 转换成主机 我们在保定IP地址的时候呢 需要将这个字节序 从主机转换成网络 然后你从网络上获取IP的时候 需要把它从网络去转换成你的主机序 所以这个数据需要进行一个相互的转换 有了对IP地址的处理以后呢 你才能正确的去保定IP 因为保定之前呢 你协需要设置IP 设置端口 IP地址用这个结构体 设置好协议组端口 还有IP 最后我们设置一下字节序的转换 把数据都转换成一个网络的字节序 设置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by的函数 去绑定IP地址 到一个socket 我们创造socket 它是一个通信端点 接下来要将IP地址 端口和socket绑起来 by的函数 第一个参数socket 就是刚才你创建好的 第二个参数是你的地址 IP地址嘛 我们设置好了以后就可以绑定了 第三个是一个长度 是这个地址的长度嘛 如果成功了 反过0 失败是反过一个负一 我们将IP地址还有端口绑定到socket以后 我需要设置最大列接数 因为服务器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需要设置最大有几个客户端可以列接起来 用listen 也是两个参数 第一个socket 因为网络通信都是基于socket的 所以每个函数都应该和socket有关系 第二个是你设置的最大列接数 可以设十个一百个等等 这个跟你的服务器它本身设置有关系 当然成功也是0 反过也是-1 第四步 等待来自客户端的请求 使用函数accept 有了前面三步的设置以后 你就可以接收客户端的请求了 这个accept的核数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你创造好的socket 第二个是一个地址 它是一个客户端的地址 如果客户端地址来了以后 可以帮你自动回填 第三个是客户端地址的长度 accept的核数它是一个会阻塑的核数 如果没有客户端来了 它会一直等在这 死等 一旦来了 它就会返回一个新的socket 为什么返回一个新的socket呢 因为可能有n个客户端 要跟它连接 所以我们最初创建的socket 它是不能被占用的 你的一个服务器和一个客户端 连好以后 那么它直接转换数据 待会服务器又和另一个客户端 连了 那么另一个客户端也要使用socket 所以accept的核数它返回的是一个新的socket 服务器和客户端呢是采用accept的 返回的这个socket进行通信的 那么它原始的那个socket呢 又被控制 控留下来了 去用来和其他客户端进行连接 一旦连接成功了 一个客户端又返回了自己的socket 进行数据通信 所以我们原始创造的socket还是一直可以有可以用的 用来去连接其他的客户端 最后呢如果这个accept函数成功的返回以后 返回了一个新的socket 你就可以用read write函数去读和写 当然socket呢它本身 用reserve还有send to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为了解单的可以直接使用readwrite 因为readwrite还是最基本的读写操作 我们都应该会 最后使用完别忘了去close 关闭它 这个socket它本身是一种文件描述服 打开文件需要关闭 那么你打开socket最后也是需要关闭的 整体来说呢创造一个TCP 取乎其他并不是很难的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创造一个淘结字 然后绑定IP地址用byte函数 对IP地址的设置呢 需要注意一点 它是一个结构体 里边有协议组 还有短口号 还有真正的IP 然后呢 绑定IP的时候 涉及到字节序转换 网络的是一个大段的字节序 要高地址存在低位 然后低地址存在高位 这个需要注意一点 我们把数据放到网上呢 需要一个字节序转换 然后从网络拿回来 又需要一个转换 设置好以后 可以弄一下最大链接数 服务器可以接受几个客户端 接下来就可以用XF的函数 等待客户端的请求 一旦客户端来了以后 返回一个新的socket 我们服务器和客户端利用这个新的socket呢 去进行通信 通信的时候我们使用读写嘛 read write函数就可以了 使用完之后关闭 大体的流程是非常清晰的 打扎待